我們現在開始上下一個單元 波動跟波的傳播 第一個叫做波動 波動就是 物質受到外力作用擾動之後 既有本身的某種力量 把這個擾動向外面傳傳傳出去 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就會把能量傳出去 那麼這個現象我們就稱之為波動 那個擾動的現象我們就稱之為波動 所以波動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把能量傳給一個物質 他把這個物 這個物質把能量傳出去的時候 產生了一些擾動 這個擾動的現象就稱之為波動 比如說 我把石頭丟在水裡面 會產生水波 會產生水波 那麼就投石就是外力的作用 把能量給了水 然後水面的起伏 就是所謂的擾動 然後呢 涟漪呢 就是一圈的下方面擴散 這個現象就叫做水波 比如說 Oscillation and waves If you poke a ball Floating on water It moves up and down In harmonic motion 壓這個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oscillates 水面開始震動 就是這個 影片的跟你解釋 你壓了 你壓了它 你壓了它 然後呢 它就產生了一些震動 那個現象呢 就稱之為所謂的水波 就稱之為所謂的水波 OK 那麼這個定義呢 只能夠用在所謂的力學波 所謂的力學波就是它需要靠戒指才能夠傳遞能量的波動 力學波又稱叫做機械波 包括水波 包括深波 包括 神波 包括彈簧波 彈簧波需要彈簧 水波需要水 神波需要繩子 深波未來會教要需要空氣 那這個需要有個戒指才能夠把東西傳出去的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力學波 或者叫機械波 那如果 不需要戒指就能夠傳遞的 我們叫做所謂的電磁波 光波就是電磁波 未來要叫的光波 可見光 或者是不可見的 比如說S光 微波 無線電 紫外線 紅外線 這些看不見的 他們都叫做電磁波 電磁波不需要戒指就可以往外面傳播 這個往外面傳播 重點叫做 當這個波動在傳遞能量的時候 能量會向旁邊傳遞 但是呢 戒指指在原地附近做運動 不會跟著前進 也就是 波動只傳遞能量 不傳遞戒指 戒指指在原地附近做運動 不會隨著波 往前進 像這裡 右邊這個畫 它上面有一個神節 你會發現這個神節有上下在動 可是神節還是在維持在原地 沒有跟著這個波往前傳 或者是文字上寫著 水波經過了這個樹葉 樹葉上下晃一下 但是呢 並沒有隨著波前進 因此 因此像 時場上的波浪舞也一樣 大家玩波浪舞的時候怎麼玩的 你在原地站起來跟 坐下去 但是呢 看起來有個波浪從 場這邊刷到另外一邊 波行有前進 波有前進 但是人不需要跟著前進 像這裡所顯示的 波動現象 投擲一顆石子到平靜的水池中 可以看見水面上 產生以石子落點為中心的圓形波紋 波紋慢慢向外擴展 使漂浮在水面上的葉子 隨著波紋上下晃動 但是 葉子並不會隨著波紋前進 欣賞體操表演時 只見表演者輕盈的 揮動手臂 手中的彩帶 便如同波浪般的 舞動了起來 美麗的景象 吸引了全場的目光 揮舞絲帶 絲帶呈現波動 絲帶也會隨著神波前進 運動比賽時 看台上的觀眾們 以波浪舞幫選手們加油 波浪舞進行時 場上的選手看到波形向前傳送 但是 每個觀眾只是重複身邊的人的動作 在原地上下運動 並未隨著波形前進 波動 只傳送波形 震動 能量 不傳遞物質 波形傳播時 每個小黑點 只在原地反覆的上下震動 小黑點會由波 原來的位置 前進到波的後來位置就位 這是Google的 有一些手頁 就告訴你 波會前進但是戒指 不會前進 人只在上下附近 動動而已 Google做了手頁 平靜的湖面上有快艇通過 平靜的為什麼這個東西會晃 不要了 黃柏霞 直接又是你的家 為什麼 講清楚 我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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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艇衝過去的時候產生水波 水波是個擾洞 然後擾洞向外面傳 傳到了小船 這個擾洞就使得小船會晃動 會晃動 就是你說的所謂的波動的關係 因為波動的關係 OK 快艇通過 產生擾洞 傳 OK 球掉在湖裡面 用丟石頭的方式 想靠著水波把那個球推回來 可不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做得到 為什麼做不到 為什麼 做得到 風 他 回答我啊 怎么叫怎样 做得到做不到 我可以丢石丢石头产生水波 把那个用靠水波把那个球赶回岸边 请问你可以或不可以 可以为什么可以 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可以 很好请坐下 观念完全错误 波子传递能量 不传递戒指产生水波 水波经过球 球主会上下晃一晃 会不会跟着往前走 不会 所以想要靠着丢石头下水产生水波 让靠水波把球赶回岸边 是做不到的 是不可以的 没办法 刚才跟你交代了 这边的重点就叫做 波会传递能量 但是不会传递戒 传递戒指 能量会前进 戒指不会前进 只会在原地上下附近动而已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下课 阿员 订队